在陸竹會的議診陣容中 有許多讓人佩服的人物 有一個十二歲的小學生 寒假沒有出去玩 而是跟著醫生父親 倒災去當議工 也有中醫師一家人 每一年都全家出動 他們為什麼願意犧牲假日來議診 來看這群陸竹議工的故事 汽車半號囉 汽車要跟小朋友玩 要人家來看診的時候 就比較開心 陸竹會議診團 有個智能面孔很特別 他不是醫生也不是護士 他只是個十二歲的小學生 你負責什麼 暴號 我現在在寫暴號的特別 他是王木華 跟著醫生爸爸 一起前進災區當議工 這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你怎麼可能 你怎麼可能 我看到一些病患 他有時候病得滿嚴重的 我有時候會感到 覺得自己很幸福 有那麼好的醫療售備 對服務機會比較多 服務別人機會比較少 他算是一個小六學生 還是有可以幫忙別人的能力 那這樣能力其實是一種福分 父子同行 研教不如生教 還有這一家 全家人 連連都報到 一針又一針 針到病除 他是中醫師李正玉 中醫界的名醫之一 過新年 全家出國不是旅遊 而是來一診 對孩子來講 他們直接的觀察 比你在講一百倍都有用 他們還滿 滿開放 滿OK的心態的 爸爸看診媽媽抓藥 小孩當醫工幫忙翻譯 一家人各有分工 這是一個很有意義的事情啊 四三次吧 有餘力就來 蘇果幫忙一下 出來後才知道 在台灣那裡過得多安逸 各國一整團 提供中醫服務得不多 離師除了助人的熱忱 還多了研究的精神 因為很多病在台灣 幾乎已經都看不到 但是在這些國家還看得到 我是常常在想 萬一有一天如果 可能二十年三十年後 又還回來了 所以我就抱著這個心態 跟著露子會出來醫生 其實這次帶幾根針 這次帶了大概兩三萬針吧 老天針啊 尿碰 那邊 有的人認為它是解死 有的人真的是什麼問題 可是尿就是尿不出來 我們從河谷內關 從太宗三英交百會 一扎一連 結果大概五分鐘十分鐘啊 他就一直 他就有尿感 不是 捏著尿 一直滴一滴滴滴 剛剛起身 給需要的人 需要的 這就是護術會長期的使命 還有這對白髮夫妻 總是默默又認真 擔任醫檢工作 以前各自參加醫者 菲律賓這趟是第一次同席 小時候都美國他們來援助我們 那現在孩子也 比較大的時候 那我們應該有這種 回饋社會一下 參加那些採購堂 我覺得也沒有什麼問題啦 到這邊來第一個 也是發揮專長 第二個就是說可以深入 更深入一些當地的一些民族風 民族風俗啦 從國內到國外 他們說兩個人還會繼續煎餅間 一起一整一輩子 我早上下不了床 因為我昨天都是那個姿勢 然後我現在手這邊是麻的 拔牙拔到手麻掉 一整一天八小時 團員們比自己開業還投入 是什麼樣的原因 讓他們願意這樣付出 他讓我很快樂 當你幫每一個人 先對你說謝謝 或者他講話我聽不懂 但是那個表情跟言語 跟眼神的交流是不會騙人的 他對你感謝得不得了 那個表情啊 尤其到東南亞去 他自己跪下來 就跟你拜感謝得不得了 這個情況 在台灣已經看不到了 我一整場外 小朋友看完病 在操場畫畫 畫了嘟嘴的公主 趕緊塗掉 在賞笑容 這群台灣義工 不及待架伸出援手 讓眉頭深所的災民 重展宵夜 拜拜 痛苦會過去 美會留下 他們是照耀災區 最美的台灣之光